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新冲马元豪 2017-2018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联赛将于本月21日开赛 15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CBA公司董事长姚明表示 新赛季CBA公司将独立运营 CBA联赛 这是CBA公司成立后独立运营的第一个赛季 2017-2018赛季是CBA联赛史上的第23个赛季 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一个赛季 姚明表示 由20家CBA俱乐部作为股东成立的CBA公司 获得中国篮节授权后 将从新赛季起独立运营CBA联赛 因此一方面要优化竞赛体系 不断提升CBA联赛竞技水平 另一方面要在新的运营模式下强化品牌建设 扩展招商格局 中国国家体育纵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李金生在会上表示 2017年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 CBA联赛管办分离后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发展新景象 CBA联赛的独立运营式联赛向市场化 社会化发展迈出的标志进一步 李金生说 新赛季CBA联赛在多个方面做出调整 常规赛期间每周将有六天安排比赛 季后赛入围名额从八支球队增至十支 姚明说 这不仅增加了季后赛的悬念 也提升了常规赛的激烈水平 新赛季还将推出俱乐部预备队比赛 为各队伍锻炼年轻球员提供机会 新赛季还将使用全新的技术统计系统 设立CBA视频回放中心并将在比赛中为 裁判员配备PTS精准计时系统 新赛季还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其中对运动员教练员技术犯规 违反体育道德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犯规累计处罚规定进一步提高了标准 为配合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本赛季CBA连赛将设置2017年11月20日至28日 和2018年2月19日至27日 两个连赛修在窗口期